你 洪水消退 贪官倒台 我倒想看看这些不天赋的百姓们 到底写的是什么愿了 这应该是在祭奠王魂 青年水患 死伤者难及 奇长堤永固 永绝此患 江水长清澈 人间久清灭 这段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 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如今想来还是如此触目惊心 这每一盏灯 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 有人惦记着 总有 得云开月明之日 可是 太子殿下 我入大理寺区区数远 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 只是一个穆天府 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 也不知这大靖的百姓 何时才能够等到 江水长清澈的那一日 江水长清澈 乃鸡碎之功 并非一朝一夕可得 但是太子殿下 有些人 举举独行数年 可是 一直都不得沉渊昭雪 他们无人记得 无人挂念 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 我无法回答你 但是安乐 大靖有你这样的扬青扫着之人 我相信终有一日 可得人间酒清明 更何况 你不是一人 无论何时 你我皆是同行人 谁稀罕同行 同床还差不多 小心 太子殿下 你害羞了 是安乐 你打我呀 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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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道 你打我呀 赔我呀 好啊 你能够消失 我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